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像是六月底梅雨過後的天氣 梅雨封面一直不斷地在長江中下游 一直還有在整個華南這個地方 南北百蕩就是沒有到台灣 那這個就給我們很大的壓力了 因為現在來看的話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到了五月底之前 都沒有一道顯著的梅雨封面來台灣 那未來呢 到個下禮拜 可能有菲律賓東邊呢 其實有一些擾動會發展成為颱風 其實這個也讓整個高壓 大家會更犧牲過來 等於是說大概現在的跡象是 真的六月初恐怕也沒有梅雨產生了 所以這個對我們壓力很大 當然也不是說未來都不會下雨 未來當然也有颱風會生成 但是說真的要看颱風 會不會來台灣這個變動空間 變數很大 我們還是希望有正常的梅雨 但是現在來看的話 這個正常的梅雨 希望可以說是越來越低 所以請大家節約用水 大力大力的節約用水 那台灣的天氣呢明天開始 因為封面開始接近 其實沒有來台灣上空 都在北方海邊這邊 而且接近台灣的時候就弱掉了 所以我們只有不穩定的天氣 有一點點水氣 有一點午後雷震雨 禮拜二比較多 禮拜三少一點點 所以未來這幾天 禮拜四禮拜五又變得很熱 週末呢又有波封面也在北邊 所以都沒有來台灣 但是略不穩定 所以有沒有看到 禮拜二呢其實靠山區 有一點短暫震雨的機會 當然這個雨呢說真的 要預測會不會落在集水區 這個很不確定啦 希望如大家所願啦 山區有一些局部零星的 短暫性的震雨 還有北部還有東半部為主 中南部有一點點 禮拜三就緩很多 禮拜四禮拜五就越來越少了 所以請大家留意一下 那溫度上呢這個二三呢 其實會略降一點點 因為雲量略多 之後一下子又回溫起來 所以最近呢大概月底 都是類似這麼連熱的天氣 中部呢也一樣 二十七八度到三十四五度 非常的晴朗 平地呢非常晴朗 南部來說的話二十八到三十三度 這個指的是沿海 有海陸風的環流 所以中午的高溫呢 不至於到三十七八度 可是在內陸 像台南的預警呢 今天又三十八度了 這個每天呢 基本上都是高溫特報 等於是南這個海邊呢 跟山邊不一樣 所以海邊呢相對之下 就會舒服很多 有海陸風的調節 可是在靠山區 就真的很熱啦 所以未來這幾天 其實除了這個東半部 偶有局部陣雨之外 都是熱 明天等於是有一點局部 短暖境的陣雨的機會 預計中部的山區 稍微留意就可以了 但是希望雨能夠下多一點點 但是現在條件 並沒有那麼的好 所以我們給大家很建議 有微弱封面開始接近了 週二五後陣雨針略多 週三就開始緩和 週四五呢 這個開始封面北台再轉熱 週末呢有一波封面再接近 不過呢 都沒有直接影響到台灣 所以請大家務必 要大力的解約用水 因為這樣的壓力 恐怕會到六月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所以請大家真的解約用水一下 我們來看詳細的數據